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八六五的人也非常之重要 我们来讲讲关于颜色 我们特别要重视几种颜色 哪几种颜色 白色 绿色 红色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紫色 蓝色 我们说任何一个八六五演员 都需要理解的颜色 他就需要领悟的颜色 有白色 蓝色 紫色 他们有没有讲过这些颜色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用这些颜色 而不用其他的颜色 那么我也是自己想过一些 想过一些我们再继续讲讲吧 假如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白色代表的是宇宙开创前的颜色 世界起源于无物 因为西方人是认为世界有造主所造的 先造了土地 然后再造人 人和世界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一片混沌之中来的 混沌之中来的 所以那个白色就是一张白色 什么也没有 白色就是透明色 现在我们也认为白色代表纯真 白色是代表天 代表一种什么 天性 代表一种天使的颜色 白色是有点接近天的意思 因为天上有白云 所以白云代表这种宇宙 开创之前的颜色 透明的颜色 本真的颜色 所以任何东西 如果从本体上去追溯的时候 都要回到它的本源之中 这种本源的颜色就是白色 那么蓝色是什么 蓝色好像是天的颜色 代表着人的自然性的一种颜色 大脸物里面有很多是蓝色组成的光 蓝光 所以最自然的人对蓝色的理解 是蓝天和大海 它是大海的颜色 是天空的颜色 天空还没有被污染过的颜色 是吧 我们指的这是没有被污染过的颜色 我们知道那个自然界 在开创的时候 还没有被污染过 那则蓝天要比我们现在还蓝 现在天空呢 不那么蓝 因为地上开了那么多汽车 污染 工厂 烟囱 所以我和你们都一样相信 我想你们也会这么认为 古代的远古的时候的天空 一定要比现在更加蓝 你们相信不相信 我也这么相信 正常的时候就是一片蓝色 比现在更蓝 蓝是代表自然的颜色 所以这种天然的颜色 也是我们说的自然色 我们现在有两种对应了 我们用白色来对应人的什么 天性美 是吧 我们用蓝色来代表人的什么 自然美 好吧 来代表人的自然美 然后我们说黑色是什么呢 黑色是代表地球 代表土地的颜色 代表土蓝的颜色 土地的颜色应该是黄的了 但是进了水以后 那个土地就变了什么 变成黑色了 是吧 然后黑色嘛 就是土地的颜色 然后芭蕾屋总是要以黑色 作为一种反面角色 因为魔鬼不能生活在天空上的 魔鬼应该生活在什么 地底下的 那么黑土地下有个魔鬼 那么这黑色代表坏的东西 所以有白天鹅也有什么 也有黑天鹅 王梦就往下走 越往下走呢 就是地狱 地狱里有魔鬼 代表邪恶 邪恶从地里出来的 地底下出来的 因为天堂呢 不能藏物纳垢 不存在东西 都应该从天国里驱逐出去 但赶走他们之后 还要有个龙人之地 这就是到地底下去 所以黑色代表这种 这样一种意思 所以有芭蕾屋的三种颜色 白色代表天性 蓝色代表自然 还有一种叫黑色 黑色代表土地 也可以隐身为地狱和其中的魔鬼 所以我们说黑色代表土地 后来呢 大地演化出来了 就出现了自然界 是吧 自然界里呢 出现了另一种颜色 它把黑土地都遮掩了 这种颜色什么颜色 叫做绿色 是吧 出现这种绿色 叫绿色 这种绿色很有趣 绿色是植物的颜色 是那个草的颜色 树的颜色 树叶的颜色 植物但是有生命的 那么它和自然物 有一种本质的区别 所以我们说植物是有机体 是有生命的 这样就是说呢 在那个世界里呢 就出现了一种叫生物的东西 那么它不是自然物 所以它和那个植物和自然物的区别呢 就等于是植物与矿物的区别 我们说山啊 水啊 那个蓝天啊 白云啊 大海啊 这个都是什么 土地啊 这个都是自然物 但是有一个东西却不是自然物 它是活的 它会生长会变化 而一块石头很难说 它会生长 所以绿色和自然的颜色 是有一种本质的区别 首先是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区别 绿色的东西产生于大地 又不是大地 它代表着一种从土地 从自然界种派生出来的东西 绿色的东西呢 特别有生命 除此之外 在绿色的东西里面 还会长出一些更好玩的东西 更有生命的东西 比如说绿色里面长出花朵 花朵更有趣了 可以看花 红色的花 蓝色的花 还有什么花 黄色的花也有 紫色的花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世界就变得非常非常美了 那些花呢 比那个 那种花呢 要比那个更美 更刺激 更性感 对吧 更有感性 那么 这个东西呢 还要说一说 绿色这个东西 它和红色有区别 它和蓝色比较接近 它和红色有区别 因为呢 它和那个绿色那个东西呢 它似乎是代表着这么一种东西 它来自于自然界 同时又没有和自然界相脱离 古典美正是这样一个意思 古典美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一方面是在自然界里面 从一方面已经不同于自然界 一方面还没有完全进入人为世界 这种色彩 才是真正的古典美 完全人为了 它就不是古典美了 古典美里面有一些规矩是很客观的 很模仿自然的 所以那个 这是我对古典美的一种 古典主义的这种理解 古典主义的一种理解 就是它一方面是属于自然物 一方面它已经不是自然物 或者说两种色彩它身上都有 所以我们觉得绿色正好有这样一种学性 我们用绿色来代表古典主义 代表古典美 它不完全是文化的 不完全是人那个的 这就使我们想起来 我们人类古代有过几次争论 上一次说 那个孔子要什么 孔子要那个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对吧 就去见老子 老子对他说一句什么话 老子说牙子都掉了 舌头什么还在 对吧 他这么说 但是你去想想 这个意思很有趣 那个孔子是要往下走 要在人间去建立一个人为的政治世界 或者伦理世界 老子不是 老子要往上走 老子最著名的思想 反映在他写的什么 道德经理 他就说要保持原始状态 过犹不及 然后那个鸡券之身相闻 老子什么不相往来 表示那个自然界 在中国是往下走的那条路 走通了呢 还是往上走的那条路走通了 实际上中国有往下走的那条路 中国是往下走的那条路走通了 孔子走通了 老子这个东西 渐渐就上升为行而上了 变成了道家 变成了道德学 然后变成了 老子啊 庄子啊 后来变成了一种宗教了 受伤 所以呢 中国古代呢 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个哲学家 他们就要解决一个行而上行而下的问题 在中国由于那个 为什么 因为中国那个农业 特别适合于农业 然后中国的人口又多 所以中国确实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依靠天的力量 来使自己生存 所以行而下的道路是走 是走通了 是走通了 但西方也有行而上行而下的那样一种争论 古代就有 古代在希腊哲学里就有什么 就有布拉图 他说人间的一切 都是理想内心的不完美的复制品 最好的东西在天国 那么到了基督教社会里面 他也有一个行而下行而上的问题 他就是两分法 说人间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是吧 真正好的东西在天国 再接下来人都是有罪的 是吧 全真全上全能应该在天国 是不是 那么在基督教成为主流的 中世纪主流的那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时候呢 他说明他是行而上的那条路走通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 这和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关 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是个战乱的世界 然后他的人口非常悲哀 然后他的那个生产非常低下 每一颗种子只可以受三颗种子 长期的贫困饥饿 灾荒战争 人呢就走行而上的路呢 而行而下的路呢走不通 所以会产生这么比较悲观的 这样一种行而上的哲学 成了那个欧洲的社会的一种主流 那么我们再说下去好了 我们说下去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 说了呢就是开出一种花 这种花是红颜色的 红颜色到现在都可以表现爱情 我们还用什么玫瑰花来表示爱情 不完全是因为他漂亮 还是因为呢这种东西呢很感性 那么这就是说呢 有一些动物来了 这些动物据说是海上来的啊 动物不是从土地上生产 它从海上来的 这种海上过来的呢 一些东西渐渐跑到陆地上来了 这些人不是属于土地上的 而从其他地方过来的 这种东西呢 我们叫动物 动物和哲物是有区别的 首先动物会动的嘛 哲物基本不动的 第二呢动物有体温 第三动物有血 它的血是什么 红的啊 是红的 所以我们说高级动物的身上 都有体温都会动 都是红的 大多的普鲁动物高级动物 它的那个呢都有红色啊 它的血都是红色的 红色代表什么 代表人的真性情 代表人的真血性啊 红色呢 因此可以来代表一种人性美 人性是主要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 你比如说西班牙人斗牛 斗牛时候要什么 要拿一块红布 是吧 人类有时也用红色来辟邪 我们有的时候呢 家里也用红色来辟邪 是不是呀 红色既有激励人的战斗精神 又来辟邪 我们经常说红骑是用什么 烈士的鲜血什么 所揽成 也是指这么一种东西 所以红色主要代表的是一种生命力 它集中代表的是人的生命力 它可以去除魔鬼 可以辟邪 可以激励人的斗志 所以红色呢 是对人的生命力的一种本真的体现 它呢 红色很有意思 现在不是在放一种歌啊 电视里叫红色歌曲回播啊 红歌什么 红歌进山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红色是不是艺术的颜色呢 红色还不是艺术的颜色 如果我们说红色代表是人的人性美的话呢 那么我们把红色 红色蓝色和那个 还有什么颜色 绿色 我们把这个颜色调在一起 这种颜色调出来的颜色大概叫紫色 艺术的颜色 艺术的颜色 和本生命力的本真的颜色呢 还是有区别的 你们想想 我们过去曾经说 把白色蓝色和红色 调在一起 它出现的颜色叫紫色 白色是天性美 蓝色是自然美 红色是人性美 我们把人性美 天性美 自然美调在一起 出现的一种颜色是什么 是紫色 我们可以用紫色来代表 人的私性美 它是艺术的颜色 紫色在世界上 都是最迷人的 私性美代表这种 最优雅的 最聪明的 文化上最有修养的东西 我们过去经常说 人当官了 一个人当官了 我们说脱去蓝袍 换红袍 当的是小官 穿红袍的是小官 但是我们说脱去蓝袍 换纸袍 纸袍是什么 纸袍是大官 皇宫贵族大官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 紫气东来天作公 说那个地方 一个旺气者到那边去追 追到某个地方 追到说这里要出贵人 因为这里有什么 有紫气 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紫气总是代表这种 非常高级的东西 它代表的不是人的武力 代表是文化的最高代表 代表是文化上的优雅 我们看到招着地上 看到阳光照耀下 那个招着地上出现 一层层水蒸气 这就是紫气 或当晚霞落下的时候 阳光照到水蒸气上 水蒸气变成紫色的气物 多美啊 紫气东来 就是这个意思 这只代表什么 代表中人的私性美 这些颜色 这代表什么呢 白色就是本真色 代表本性美 蓝色代表什么 自然美 绿色代表古典美 代表着人既脱离自然界 又没脱离自然界 然后那个红色代表人性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 紫色 紫色代表人的私性美 总之呢 白色是代表纯洁天性 代表一种人的纯洁和透明 但天性美不等于自然美 自然美有自己的颜色 就是大海的颜色 自然美和人性美 结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就是古典美 我们把白色蓝色 和天性美自然美 和人的红色 也是人性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说 这叫私性美 那个把人一方面自然化 同时我们也把自然界人性化 所以人和人的本质关系 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 但是我们还会碰到一些颜色 一种颜色叫金色 听说过吗 金色是叫那个八六五六不大用的 不大敢用的这种颜色 我们觉得一用金色就有点问题 不大敢用这种颜色 金色代表什么 金色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太阳 太阳光是金色的 还有一个来源是黄金 所以用金色呢 是代表一种权力 这种权力不是宗教的权力 而是世俗的权力 是一种世俗的颜色 是高贵至尊的颜色 所以皇家园林的墙壁 屋顶的砖瓦都要用黄色 所以黄色在中国人里面 有点皇家专用的颜色 就像用龙一样 中国的帝王可以用龙来代表 但是一般人就不行 所以黄色一般不能用的 在中国黄色用在两个地方 一个用在庙宇里 是吧 有些庙宇是用颜色的 还有一种颜色是用在皇宫上 皇宫建筑 因为它金色有关 它代表是世俗的自尊 所以呢 我们看到那个黄色 主要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个现象很奇怪 我们就题外话了 就是人们都喜欢吃的是白色的食物 想过这件事吗 我们吃的是白面 不是白面 我们吃的是那个什么 白米 面粉是白的 是不是 还有什么东西是白的 香蕉最大是黄的 不过看了的也是白的 肉虽然是红的 烧熟的肉也是白的 什么 想过 你们还想得出 人吃的东西 基本上是白色为主的 相信吗 有没有说 我们专门吃紫色的东西 实际上内脏是紫色 一般不吃 猪肝 你们吃吧 就像这有毒的 对吧 紫菜不算 紫菜不算 因为紫菜不算 我们说人的基本上是白色 为什么是白色呢 蘑菇 为什么白色呢 实际上和安全有关 因为人的视觉里面有一种奇怪的想法 就是好像觉得白色的就是卫生的 实际上白色未必卫生 比方说白色上面也很可能有细菌 但是从肉眼观察来呢 他没有怎么 他白色就干净了 但是也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对的 而森林里面我们知道是白色的蘑菇不大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他吃的是那个红色的蘑菇 是不是很可能中毒 我感觉到中毒了 真是 你什么时候